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来的历史剧很少 康熙王朝 用郑王朝等经典历史剧完整的看过 而长安是二十城 书生也是完整的在看 每个人看历史剧的目的是不同的 书生没有打发时间这个目的 早些年 书生看历史剧会去寻找剧中的人物原型 历史事件等 近些年对历史服饰所呈现的文化 细节等很关注 长安十二十城中的服饰 此不必多演了 没有虚夸的华丽 有的只是古代服饰的质朴 以及粗布的美等等 长安十二十城第一集 有一个与其他历史剧不太一样的镜头 它是诸多镜头中的一个 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个 但书生却认为 那个镜头是对历史的尊重 是高度还原历史之作 哪个镜头呢? 展开全文旅奔军黄山骑马飞时去打探消息时 地面飞扬的尘土 那一幕不像是在城市 而像在野外安营扎寨的情形 可事实是 他们的确是在城市 还是大唐都城长安 长安十二十城更新到了十六级 剧中长安城大部分地方是土路 就像小时候经常看到的土路一样 下雨泥泞 晴天阳晨 看到这个镜头 有朋友会疑惑 甚至会认为 这部剧拍的这个地方 是它最大的不足之处 其实不是 它不仅不是不足 而是真正的还原历史 在古代 不管是哪个城市 都是如此 路都是土路 没有水泥路 百油路 地砖路等等 我们以前看到的多数历史剧里的地砖路等都是假的 与正史相违背 男女主人公脚上的鞋 一尘不染更是扯淡 话又说回来 有些剧组也是无奈 给小鲜肉走土路 杨晨一起满脸灰 他们怎么耍帅卖脸呢 总不能走路都剃身吧 不过杨晨对某 切小鲜肉也有好处 只会用一亿两千三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九代替台词的小鲜肉不会穿帮 可人家哪在乎穿不穿帮啊 人家在乎美 在乎帅 哭气眼圈都不红 谁也没谴责过他们不是 都是给贯的 好 咱继续说土路 因为城市是土路 皇帝出行就很不方便了 皇帝的阵仗太大 那阵仗足够让杨晨遮天蔽日了 遮天蔽日也没关系 还能挡住刺客的视线 可皇帝的威严也没了 臣子们的御前之礼也就没了 所以 为了威严 皇帝出行 地方或宫里的相关部门 要做净水泼街 黄土电道这项工作 正因此 也出现了一个技术工种 泼街工 这个工种持续的年头还真不少 从有净水泼街 黄土电道开始到民国 他们都存在 别小看了这个工作 古代城市的干净 归功于他们 不信 你可到郊区找土路去泼一下试试 不泼成泥泞的路 那真就不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你了 泼街工的水 平到了何种程度呢 就拿清朝来说 北京城黄土电道 净水泼街的工作 都是由内务府派工完成的 必须做到土不洋尘的程度 以保证护从街架的薰漆翻靴帽袍挂上 几乎没有灰尘 以免失了欲钱之仪 看看吧 简单点说 穿一双布鞋在颇好的街道上走一趟 几乎不沾土 这干净程度还真不一般 就现在 我们城市里的柏油路也不过如此 甚至有些卫生条件不好的城市 黑皮鞋一天下来还真有一层灰 黄土电道 谈不上技术火了 只要把坑坑洼洼的土路电平整就好了 以免颠着黄帝的车架 毕竟 纳会的车底盘和简镇 没有现代的轿车好 曾有朋友跟书生说 净水泼街 黄土电道纯粹的折腾人 的确 为了黄帝的威严和臣子们的欲钱之仪 而去净水泼街 黄土电道有些折腾 但我们还要考虑城市里的普通人 黄帝出行而产生的阳臣 对百姓也是不好的 所以 净水泼街 黄土电道有敬意 更有黄帝对百姓的爱戴 以免自己出行百姓跟着遭殃 长安是二十城长安城的土路 还原了历史 仅就这一点 这部剧就是靠谱的 值得一看 当然 书生不是给这部剧做推广 这部剧也需要太多推广 良心的制作 靠的是口碑 就像靠能力的人不靠颜值一样 想低调都难 实力不允许 除去城市的路是土路之外 民房是土建造的 小商贩们抖颠在商品下的毯子 会尘土飞扬的 也都是这部剧所体现出的真实的古代 别说古代 就算是现代也是一样 砍大吉的时候 相信大家看到过商贩们的毯子上的土很多 精彩还在继续 书生也还会陆续上传一些 与历史相关的内容 下回更精彩 住 本文部分来自互联网图片 很难核实明确出处 如涉及侵权 请联系书生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